賴清德 副總統 現場的各位貴賓 現時機前面的朋友 網路上的朋友 全體的國人同胞 大家好 今天我站在這裡 是以無比的感恩的心情 再一次地承擔台灣人民交付給我的責任 這是中華民國史上最特別的總統就職典禮 它特別的地方不在於典禮的規模 也不在於參與的人數 而在於我們都知道 這一路走來有多麼的不容易 我要感謝台灣人民 是你們讓這麼不容易的事情 在台灣發生 我要特別謝謝一些人 他們在過去這四個多月的防疫期間 很少被人提及 我要謝謝每一個在防疫初期 在藥房門口排隊的台灣人民 謝謝你們的耐心 以及謝謝你們對政府的信任 是你們讓全世界看到 台灣即使在最不安的時刻 也能夠保持公民的美德 我也要謝謝那些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的人 你們忍受生活的不便 為的是保護他人的健康 謝謝你們展現人性中最善良的一面 成就了台灣防疫的成功 國家的光榮感 生死與共的共同體 這一段的記憶 將會存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團結的感覺 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今天現場 有許多各國的使節代表 而且我相信 世界上一定有許多國家 也都在關心台灣 我想藉著這個機會告訴你們 你們看到的國家 有一群善良而堅正的人民 這一群人民 無論多在多麼艱難的環境中 依然能夠靠著我們的民主 我們的團結 和我們對彼此的責任感 克服挑戰 度過難關 讓台灣在世界上毅力不搖 從一月到現在 台灣連續兩次讓國際社會驚豔 第一次是我們的民主選舉 第二次則是我們防疫的成績 過去的這一段時間 因為防疫的成功 台灣出現在全世界的各大新聞媒體上 台灣也寫在我們一箱又一箱 送往國外的物資上頭 台灣人是世界上最良善的一群人 當我們有能力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向國際社會伸出援手 我也希望我們全體國民 除了分享光榮跟喜悅之外 也能夠體會自助助人 自助人助的精神 疫情還沒有完全結束 我們不能有絲毫的鬆懈 就算疫情過去了 衝擊也不會立刻的散去 這次疫情對全球的衝擊 既深又廣 它改變了全球政治經濟的秩序 不僅加速加大了全球供應鏈的重組 重新排列了經濟的板塊 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跟消費的形態 甚至也改變了國際社會 對台灣和周邊情勢的想像 這些改變是挑戰 但也是機會 我要請所有的國人同胞做好準備 因為接下來 還有各種的考驗跟難關在等著我們 未來四年 誰能從疫情中脫困 誰能針對疫情所帶來的改變 嚴禮國家的生存發展策略 誰能在疫情過後 複雜詭決的國際情勢間掌握機會 誰就能夠讓國家在世界中脫穎而出 治理國家從來不能依賴激情 而是要在變局中保持冷靜 指出方向 過去四年 這一點我做到了 我說過 我會留下一個更好的國家給各位 所以在下一個四年 在產業發展 社會安定 社會安定 國家安全 民主深化 這四大面向上 我也會超前部署 讓台灣脫胎換骨 我會帶領台灣影響未來 我知道 台灣人民最關心的 就是我們的產業和經濟的發展 我們在2016年啟動的經濟發展新模式 致力讓台灣的經濟走向世界 四年來 國際經濟的巨大的變局下 台灣不僅挺過來了 經濟成長更回到了四小龍的第一名 股市萬點也成為常態 因為疫情控制得當 台灣資金仍然可以維持經濟正成長 這是全球少有的 但我們在紓困以及振興經濟上 必須持續的超前部署 全力維持經濟的穩定成長 未來四年 我們面對的是全球經濟更劇烈的變動 和供應鏈加速重整的局面 在整體經濟方面 我們將秉持穩定中追求成長 變局中把握先機的政策理念 持續的落實前瞻基礎建設 造園投資等重大的計畫 來鞏固未來幾十年的經濟發展 在產業發展方面 我們更要抓住時機 在五加二的產業創新的既有基礎上 打造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讓台灣成為未來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 第一 我們要持續強化資訊跟數位相關的產業發展 我們要利用半導體跟直通訊產業的優勢 全力搶佔全球供應鏈的核心地位 讓台灣成為下一個世代 資訊科技的重要基地 全力促進物聯網 跟人工智慧的發展 第二 我們要發展可以結合5G時代 數位轉型 以及國家安全的資安產業 我們要全力打造可以有效保護自己 也能夠被世界信賴的資安系統跟產業鏈 第三 我們要打造接軌全球的生物及醫療科技產業 這次的疫情中 不論是世紀的製造 或者是新藥和疫苗的研發 台灣團隊都有足夠的能力跟全球頂尖的技術接軌 我們要全力扶持相關的產業 讓台灣成為全球克服疫病挑戰的關鍵力量 第四 我們要發展軍民整合的國防及戰略產業 除了已經在進行當中的國艦國造 國際國造 我們會更強力推動軍民技術整合 激發民間製造的能量 更進一步進軍航空及太空產業 第五 我們要加速發展綠電跟再生能源產業 過去四年 再生能源有非業性的發展 台灣成為國際再生能源投資的熱點 在這個基礎上 2025年綠能佔整體能源20%的目標 我有信心可以達成 台灣將成為亞太綠能中心 第六 我們還要建構足以確保 關鍵物資供應的民生及戰備產業 面對未來全球秩序的變化 從口罩 醫療到民生用品 能源到糧食供應 我們要把重要的產業鏈留在國內 維持一定的自給率 在當前的國際情勢中 誰能擺脫依賴 誰就能夠掌握國家生存發展的先機 我要請所有產業界的朋友放心 政府不會讓產業孤單 在未來的幾年 我們有幾個主要的策略 來發展帶動產業的發展 首先 我們要將國內的需求 作為基礎的能量 來帶動產業發展 尤其是公共部門的需求 以及維持國家安全的基本需求 像是在這次的疫情中 口罩等防疫物資的戰略需求 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 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們的國防產業和再生能源產業 也都能夠尋著類似的模式 加速來發展 不只有口罩國家隊 未來 我們也會視各產業的規模及條件 組成國家隊 藉由政府對內部需求的保證 建立台灣品牌的全球戰略物資的製造業 並且拓展到其他市場 再來 我們知道金融資源 是產業發展最重要的環節 未來 我們會採取更靈活的金融政策 持續的改革金融體制 運用更多元的金融手段 來協助產業的資金需求 我們也會全力打造安全的產業環境 政府將致力於維持完善的公衛體系 兼顧著國家安全體系 穩定的社會 良好的法治 以及健全的市場 有的這些保證 全球的高科技跟戰略性的產業 才會願意選擇台灣 作為生產和研發的基地 接下來 我們也要持續的引導產業布局全球 和美 日 歐 洽簽 貿易 跟投資保障協定 這個目標 我們會繼續努力 我們持續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同時 也會積極開拓其他有潛力的市場 鼓勵廠商前往布局 為產業的國際合作 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當我們在全球尋找機會的時候 各地的台商 將會是我們最好的夥伴 最後 則是人才的問題 台灣要成為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 就必須匯聚各方的人才 蔡英文的政府 會全力爭取國際上最頂尖的技術 研發和管理的人才 讓台灣的產業團隊 能夠更加的國際化 擁有全球競爭的視野和能力 未來 我們更要和國際進一步的接軌 我們將在雙語國家 及數位領域上 培養更多的本土人才和精英 讓產業有更強的國際競爭力 未來的四年 更融通的金流 更活水的人流 更強勁的產業實力 更與世界緊密連結的台灣 將開啟嶄新的經濟格局 迎向繁榮的新時代 產業發展的同時 我們不會忘記社會安定 也是人民對政府的重要期待 一個更好的國家 政府必須要擔起更多的責任 來減輕人民的負擔 減少社會的問題 過去幾年 我們把長照2.0 誘託照顧居住正義的問題 一個一個補起來了 未來的四年 我的目標 就是要把這張網 做得更綿密 接觸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 盡量不要讓遺憾的事情再發生 首先 我們要更強化健康跟防疫安全網 台灣已經是高齡社會 疫病的流行 對人民的健康是嚴重的挑戰 因此 我們必須強化疫病防治 跟醫療的能量 結合產業 在疫苗和藥物的開發 以及傳染病防治的領域 有更多的突破 讓人民可以更健康 受到更好的照顧 接著 我們也把社會安全網的漏洞補起來 這幾年來 有幾起思覺失調症的患者相關的治安事件 引起很多的討論 不只是思覺失調症 其他的精神疾病 毒癮 家庭暴力等問題也是一樣 我了解 民眾的憂慮 這不只是個人或家庭的事 更是政府的事 當家庭無法妥善照顧這些患者時 政府就有責任介入協助 我會強化社會照顧體系 讓第一線的社工能量能夠提升 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 讓社工能夠深入最基層 把過去社會安全網沒有接住的人找出來 另外 對於個案所引起的爭議 我們不能把責任 全部推給醫療部門 或者是個別的法官 司法和行政部門 應該要檢討制度 優化制度 該修法的地方 就應該要著手修正 一個更好的國家 也必須重視國家安全 過去的四年 我們推動國防事務改革 積極參與國際 維持兩岸關係的和平 希望讓台灣在印太地區的和平 穩定與繁榮 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未來四年 這個政策方向不會改變 我們也會做得更多 在國防事務改革方面 我們有三個重要的方向 第一個 是加速發展 不對稱戰力 在強化防衛固守能力的同時 未來戰力的發展 將著重激動 反制非傳統的不對稱戰力 並且能夠有效防衛 網路戰 認知戰 以及超限戰的威脅 達到從城嚇阻的戰略目標 第二 是後備動員制度的實質改革 我們要提高後備部隊的人員數值 跟武器裝備 後備戰力提高 才能有效地跟長備部隊協同作戰 此外 平常就要建立跨部會的長射後備動員體制 協調人力物力 平戰轉換的時候 動員才會順利 第三 是改善部隊的管理制度 現在的年輕的士官兵 都是在民主自由的社會長大 如何讓他們在軍中 發揮更好的戰力跟專長 這是我們必須要正式的課題 年輕人從軍出現適應上的問題 反映出社會的轉變 跟軍中的管理制度的落差 我們必須把落差補起來 不要因為制度的不周全 影響了社會對軍隊的觀感 也造成了軍人的榮譽和士氣 在一個又一個的個案中被消耗掉 因此 我們要在制度上強化軍中申訴 關懷機制 堅定公允的事件調查機制 以及滾動檢討人事配置 在教育訓練上 只要提升各級幹部的領導統一能力 達成管理的現代化 跟專業化 我們要在維持戰力的團隊軍紀 以及社會價值對個人的尊重之間 取得包容 取得均衡 在國際層面 過去四年 我們積極參與各項國際重大的議題 包括反恐合作 人道救助 宗教自由 以及非傳統安全等重要的全球議題 在這次的國際疫情中 我們在能力範圍內 對國際社會展開了無私的援助 受到了高度的肯定 臺灣已經被國際定位為民主成功的故事 可信賴的夥伴 世界良善的力量 支持臺灣人共同的驕傲 未來四年 我們會持續爭取參與國際組織 強化和友邦的共融合作 和美日歐等共享價值的國家深化夥伴關係 我們也會更積極地參與區域的合作機制 和區域相關的國家攜手 共同為印太區域的和平 穩定繁榮做出實際的貢獻 面對複雜多變的兩岸情勢 過去四年 我們盡力為兩岸的和平穩定 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也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 我們會持續努力 也願意跟對岸展開對話 為區域安全做出更具體的貢獻 我要再次重申 和平 對等 民主 對話 這八個字 我們不會接受北京當局 以一國兩制矮化台灣 破壞台海的現狀 這是我們堅定不移的原則 我們也會持續遵循中華民國憲法 與兩岸關係條例 來處理兩岸事務 這是我們維持台海和平穩定 現狀的一貫立場 兩岸關係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 雙方都有責任 謀求長遠相處之道 不免避免對立與分歧的擴大 在變局之中 我會堅持原則 並秉持解決問題的開放態度 負起責任 我也期盼對岸的領導人 能夠承擔起相對的責任 共同穩定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 未來四年 除了國家建設的工程 政府體制的優化 也是非常重要 立法院即將成立修憲委員會 提供了一個平台 讓攸關政府制度 以及人民權利的各項憲政體制改革議題 能夠被充分對話 形成共識 藉由這個民主的過程 憲政體制將更能夠與時俱進 契合台灣社會的價值 而朝野都有共識的18歲公民權 更應該優先來推動 在司法改革方面 上個任期 我已經實現了司法國事會議的承諾 讓法官法 律師法 憲法訴訟法 以及勞動事件法 陸續完成修法 這都是改善司法體制的基礎工程 但是 司改還在轉型期 現階段的成果 和人民的期待 還有一段距離 我會繼續傾聽各方的意見 不會停下腳步 人民的不滿就是持續改革的動力 在未來的四年內 國民法官制度 一定要上路 讓人民進入法庭 擔任國民法官 成為改革的催化季 讓司法體系 與人民的距離 不再遙遠 更加符合期待 贏得信賴 另外 所有的憲政機關 都要持續地改革的腳步 行政院組織改造工程 將在重新盤點後再次啟動 包括成立一個專責的數位發展部會 還有與時俱進的調整各部會 讓政府的治理能力更貼近國家發展的需求 檢察院的國家人權委員會 將在今年8月掛牌成立 它將是台灣落實人權立國理念的里程碑 也是檢察院轉型的起點 我也會請9月上任的考試院新團隊 提出完整的改革方案 檢討過去的思維 轉型為稱職的 國家人力資源部門 培育現代政府所需要的治理人才 各位國人同胞 過去的70年來 中華民國台灣 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戰中 越發著堅韌團結 我們抵抗過侵略併吞的壓力 走出獨裁體制的幽骨 也一度走在被世界孤立的況野之中 但是 不論什麼樣的挑戰 民主自由的價值 一直是我們的堅持 自助助人 自助人助的共同體意識 也始終是我們的信念 今天我們的現場 有很多防疫英雄 我們有口罩 國家隊的上中下游產業成員 請站起來給我們看一下好嗎 謝謝 謝謝 請坐 謝謝 我們有疫情指揮中心的公衛團隊 請站起來好嗎 請坐 謝謝 以及我們蘇院長帶領的政府團隊 請站起來好嗎 謝謝 謝謝你們的辛苦 謝謝 請坐 還有沒有在現場的各行各業的防疫英雄們 醫護人員 油務人員 藥師 便利商店的店員 以及問獎朋友們等等 請容我無法一一叫出各位的名字 但我想要告訴大家 七十年來 台灣可以度過一次又一次的挑戰 依靠的從來都不是一兩個英雄 而是像各位一樣 一起轉動歷史巨人的無名英雄 是因為有你們 台灣世世代代的幸福 安定繁榮 才得以延續 我要向你們所有的人致敬 所有的台灣人都是英雄 蔡英文跟賴清德 很榮幸能在此 接受各位的託付 能在這樣的艱鉅的時刻 承擔中華民國總統的重責大任 我心中的壓力多過於喜悅 不過我不會退縮 因為我有你們 未來的路不會一片順遂 挑戰只會越來越多 不過我們是一個在驚濤駭浪中走過來的國家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 是生死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過去是這樣 現在是這樣 未來也像是這樣 我由衷地期許所有的國人同胞 要記得過去這幾個月 上下一心緊緊相依 克服難關的感動 中華民國可以很團結 台灣可以很安全 當一個台灣人可以很光榮 可以抬頭挺胸 昂首擴步 親愛的國人同胞 未來的旅程還很長 台灣的故事也正在展開下一頁 台灣的故事屬於每一個人 也需要每一個人 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 請當我們的導引 請當我們的夥伴 讓我們凝聚智慧跟勇氣 一起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